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 看看这个大瓜钟了吗? 这是我前几天收的 这以前收的老物件啊 基本上全卖了,就剩这一个大瓜钟了 到时候呢,这个大瓜钟呢 要是有客户喜欢呢 然后就卖个客户了 让大家先看看这个大瓜钟啊 我给介绍一下 这个大瓜钟呢,是80年代的 它是烟台北极星的 这个北极星呢,就是一个品牌 那个年代吧,这个烟台宗标厂呢 这个北极星宗标厂呢 生产量呢,在全国也是最大的一个 完了,有很多吧 还有是小众的品牌 但是这个是比较多的 那个我家乡全是这种品牌的 这个外面呢,是石木箱矿 里面呢,是全铜机芯 里面机芯都是铜的 这个大瓜钟呢 上一回弦呢,是走15天 因为它上面吧,有一个15 这个15就是15天的意思 这个呢,就是烟台 北极星的一个标志 这个大瓜钟的底下呢 是两只凤凰 这两只凤凰呢,是象征着吉祥如意的意思 看着,这是个门 这个门吧,当年设计还是挺合理的 这个边上带个挂钩 这么一开一看 它的门直接就开了 这个表盘呢,是铝的啊 这个表盘是铝的 看着大瓜钟 完了,这个里面钥匙呢 就在这个位置 这是钥匙 呃,这块吧 有个专门卡钥匙的 看,设计在老河里的 看,把这钥匙啊 它往 它往这里这么一放 直接这么 这么直接就卡上了 防止它这个钥匙丢了吗 看 直接就卡钥匙的 大家看看了吗 那个粘在这个细节 做的 完了,它这块 这个每个角吧 它棒了一块木头 是啥意思呢 就是为了让它结实的意思 看看 抱着一块木头 这个里面是荷叶 那个年代的表吧 跟现在这个表呢 比起来有啥区别呢 那个年代表吧 它做工吧 就是结实 它就属于给硬整 就是结实 包括里面的折叶啊 木头啊 它都是 就是打着那个 用一辈子的东西 就是给制作的 但是现在这个表呢 就像我家上面这个表哈 就这个塑料这个表 就这种湿蝇表 它就是外面一个塑料壳 完了里面 后面那个湿蝇呢 那个表呢 它也是一个 这么大一个塑料壳 山野电池 但是那个 这个湿蝇表吧 这个表吧 它好在哪呢 它山野电池吧 它能走一二年 你像这个吧 就是半个月 然后呢 就得扇一回弦 但是这个比它结实 它也有缺点 缺点吧 就是说 它老上弦好 上一回弦走半个月 现在的表呢 是上一回弦呢 它是 它能走一年 那个到两年 嗯 这个表吧 它也带微调的 还有很多朋友问我 他说大海这个表 怎么调呢 比如说你挂在家里以后啊 它这个表 不是有快了 有慢了吗 我让大家看看 它是什么原理啊 大家注意到这个摆层 下面这个螺丝了吧 这个螺丝呢 你就是顺时针 或者正时针 你拧它半圈 它它一拧下来以后呢 它这个锤子自二然 就就下降了 下完降以后吧 它就快慢 就调节了 往来 你要是但往 但往正时针拧呢 它就往上提了 往上提了以后呢 它这个快慢呢 它又给调节了 它这 所以说 它这个表的走的 这个快慢呢 是因为摆层上下高度 这个你幅度是在调的 这叫微调 这个设计还是挺合理的哈 嗯 这个表那时候是家家对我家家就都有的 嗯 前两天我家乡不有个修表的高师傅吗 高师傅吗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表当年买多少钱呢 他说当年在我家乡这个100商店呢 买是58块钱一个 那个年代是58块钱的 58块钱也相当于 那个时候的一个月工资了哈 买买一个表 嗯 一般嘛 就是在我这买大挂中的 就是这些朋友呢 他们为啥都买这个表啊 你要说都能使用 他没有这个实应表使用 上一回电池呢 走一二年 买这个表吧 都是生在那个年代的人 就是对家的一种回忆 就是有些时候想想小时候的事哈 就是一个回忆 有些时候摆在家里 就是不走 给他看一看哈 看这些你老物件 因为这种东西吧 存置量是越来越少了 嗯 所以说品项好的哈 品项好的它也少 所以说就回家吧 也不是为了看点了 就是为了买个回忆了 就是这个意思 嗯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了啊 到时候有客户要的话 到时候我就给悠走了 拍这个视频呢 还让大家看看哈 看看当年这个 这个老物件这是什么样的 那个时候结婚有三大件 结婚三大件 我就知道有一个自行车 其余 其余就那两件 是不是有个挂钟 还有个电视啊 要是大家 又是有知道的话 呃 给我给评论哈 哦 对了 这个大挂钟呢 这个位置 给拧 拿钥匙拧啊 它就是干啥的呢 是上弦 你走字的 就是这个字 这个字它来回走 这个弦呢 上的时候呢 它这打响的 有很多朋友还跟我说呢 他说这个大挂钟啊 他说我这晚上睡觉 他也当当当响 怎么能关了啊 你这边你要不上弦的话 他就不打响了 这边是上弦 打响 这边是给走字的 啊 大概就我那个整体 就这个情况 这不有要什么哈 这么一上 完了这个大挂钟 上的时候吧 大家不是一圈圈 这么这么上弦吗 就是一般上的时候 感觉拧不动的时候 就变拧了 就可以了 就是就是这样 好 明天见啊